五角大樓星期四表示 美国政府人员正在乌克兰检查美国提供的军事设备付出 这是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装备展开的追踪工作的一步 自从俄罗斯军队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接近180亿美元的军援 华盛顿希望确保军援不会被滥用 五角大樓发言人莱德准将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由美国驻基库大使馆母班办事处人员组成的一支小队团 已在过去两个月中在乌克兰境内的地点 对美国安全援助的混交进行了多次的检查 这些地点并不靠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前线 莱德表示检查不是作出什么反应 我们是未有美国安全援助在乌克兰境内被普遍挪用的证据 另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这星期较早就追踪武器设备的工作 提供了细节 另一位官员说追踪工作是从武器移交前的全面捐赠记录开始 另一位官员还表示 湾南随后追踪从边境墨牛书楼到前线的安全援助 并且还提供了开支和鼠卫的报告以记录下损失 请不諏封